哈喽 现在我就带大家来到这个东本的4S店啊 可以看到眼前就是一台即将上市的思域两厢版本 而且店里边上了一台这个零色的自动挡的展车啊 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现在它的外观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以黑红来整个一个搭配色嘛 零色本来就是象征运动的一个色系 所以整体的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漂亮 首先车头可以看看它与这个普通版本三厢思域的区别不是很大啊 依旧是用这个主机式的大灯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下包围这个位置 看起来是运动 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说一说它这个两厢版本跟三厢版本的区别在哪里 然后从侧面来看一下 就是在它这个C柱的位置可以看到啊 它与很多这个两厢版本出现不同的是 它是斜侧的一个造型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仙背式的一个旅行车啊 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轮胎方面的话就简单说一下 前后都是用的一样的都是17寸 然后优克号码的一个胎 然后尺寸的话是21550的一个尺寸啊 然后再来车尾看一下 与这个尾灯连在一体 找一个小尾翼啊 如果这要是正然巴引的菜坊的话 它那个尺寸会更大一些 然后再往上面看的话 它这上面也有一个小的扰流板 包括这个三厢版本车型没有的这个鲨鱼旗啊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大家到车尾可以看到呢 车尾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就完全跟这个三厢版本不一样啊 三厢版本写的有点这个平庸了一些 但是这个两厢版本的这个造型真的太运动了 包括这个太坎儿同款的这个中置排气啊 虽然只有两个孔对吧 但是相比这个三厢版本那个HDMI的那个口真的变化太大了 包括它下面还有一个黑色的扰流板 你看一下非常非常运动 然后两侧这个后包围这一块 虽然是两个假的这个出风口啊 但是有这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它与这个车头前杠的那个造型也是遥相呼应 所以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这个尾箱开启以后可以看到它这个鲜背式的这个造型 也就是为这个车内空间营造了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包括它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隐私板的 成压式板 而且它可以拆卸 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在右边的话你就放右边 拆卸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个位置 往前一扒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能拿下来了 我现在一个手拍不是很方便啊 然后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后排也是支持这个四六比例放档的 现在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Hello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车内啊 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造型啊 都是跟三压板基本上保持一致的 然后这车的方向盘用的是一个运动方向盘的感觉 然后给你加了一个换挡拨片 然后握感的话还不错 就是填充物稍微硬了一点 然后呢我坐着的感觉也跟两厢版本不一样 就是从心理上面都不一样啊 因为你想这个两厢版跟三厢版这个外观 真的是差距是太大了 这个两厢版的车型真的是太运动了看起来 所以你坐进车内就有一种想要驾驶它的欲望嘛 然后这个全系这个两厢版的车型的话 跟三厢版的动力单元是一样的 但是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 所有那个品牌车型 它这个手动挡版本的车型的话 它肯定都是以最低配的一个模式去销售的啊 但是这个两厢版本思域是不一样的 这两厢版本思域 它是用这个手动挡当上个最高配的版本 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并不会去买一个手动挡去 当做一个最高配的车去驾驶啊 可能大家买的手动挡都是为了入门什么的 但是对于思域两厢版本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对的 就是一旦就是 其实想要买这种手动挡的车嘛 就是图个那个驾驭乐趣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然后现在我们去这个后排体验一下 看看这个空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然后现在体验一下空间啊 因为我个人身高178 我已经调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 而且这个座椅靠背说实话相对调的往后靠了一些啊 因为我个人开车喜欢把靠背往后稍微调一点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 现在是三指多一点的一个距离不到四指吧 然后腿部空间的话可以看到啊 一拳 然后三指的一个距离 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活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这个座椅是像斜侧那个下踏实的 所以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挺冲也挺软 然后后排体验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说一下动力啊 动力的话刚刚也在前面说过了 跟这个三阳版本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都是搭载地球们的1.5T涡轮在下发动机嘛 然后最大马力是177匹分支扭矩220牛米 但是手动挡的话扭矩会相对高一点 手动挡扭矩是226牛米 然后这个车的话我现在还没法带大家去试驾去感受啊 但是听说是很好开 然后店边后边刚好放了一台三箱的思域啊 然后我叫出一个低配版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大灯也是用了一个鲁库的去装灯啊 然后现在我们去车内体验下空间 看看两个车的空间到底有什么地方 好了现在我是在这个三箱版的思域的后排啊 然后头部空间的话依旧跟那个两箱一样 都是一个三指的一个距离 然后腿部空间的话一拳四指吧 然后两个车的轴距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只是在这个长宽高方面会有小幅的一个改动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两箱跟一个三箱的问题嘛 然后感觉空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不同了 然后整个内饰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 好了关于本期的摊店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哦